福建舰甲板上出现了中国舰载机的全家福 超越美军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随着福建舰航母项目的持续推进 中国军工在同时打造的几款 弹射起飞行的舰载机项目 也不断传来好消息 这不但证明 中国在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 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而且还预示着中国未来几十年内 航母舰载机的实力和整体战斗力的发展前景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中国未来的航母舰载机机队的整体实力 能否超越美军呢 如果你只从航母战斗群的经验积累来看 美国在很多年内仍然会是当时无愧的世界第一 但是福建舰航母代表的是 中国航母在不远的将来 弯道超车的机会 自从最近 福建舰航母甲板上连续出现 FZ-31 歼15T 歼15D 空警600 和教练10 就能看出来 在这些机型中 最不起眼的似乎就是教练10了 但是 该型机非常重要 它的上舰 不但能证明中国海军航空兵选择了一款 能够登上航空母舰的专用舰载教练机 而且要比美军的T-45高级教练机领先一大截 美军现在大约装备有300架T-45 是培养其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一个工薰机型 但该机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在很多性能指标上 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教练10 这还仅仅是就教练机的性能而言的 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美国的T-45教练机 是不可能和FA-18EF 以及F-35C 同时出现在航母甲板上的 因为美军航母目前采用的拦阻系统 不能同时应对中型重型的舰载机 以及轻型的教练机 因为它的拦阻力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能够在福建舰上同时配备 舰载教练机 舰载战斗机 舰载预警机 说明中国采用的拦阻系统 要优于美军 中国航母舰载机的第二个优势 就是预警机了 这种预警机是基于中国电子工业 超强实力而开发的 空警600一直被一些军迷调侃为 抄卸了美国的ERC 其实这一点根本就不是评价 空警600的关键 中国空军的预警机技术水平 已经进入到软件定义时代 不但领先于美国空军的E3预警机 也领先于美国航母战斗群 所使用的ERC ERD空中预警机 一代到两代 我们可以预期 中国空警600在雷达 原器舰 工作模式 飞行性能等取得方面 都会超越美军目前最先进的ERD 中国在航母预警机领域 必然会拥有后发优势 这一点不接受反驳 那么第三个优势呢 是歼15T和歼15D上线 很多军民到现在 一直在争议 中国下一代舰载弹动机 选择重型还是中型好 他们忘了 中国已经有了歼15 这款优秀的重型舰载弹动机平台 那么歼15 进入弹射器 起飞 那么带来的直接优势 就是可以满油满弹的升空 从而使其作战半径 载弹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未来的远洋作战 歼15从福建舰上起飞 甚至有可能自己携带 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来打击敌方目标 这恐怕就是美军既羡慕 又无力追赶的新制战斗力 而歼15D作为一款 中国刚刚研制成功 并列装部队的电站飞机 也完全有实力 达到甚至超过美军的FA-18G的水平 如果再考虑到 歼15平台所挂载导弹的能力 说中国航母上的战术电站飞机的性能 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也不算吹牛 最后就不得不说一下 FC-31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了 相比于美国的F-35C 这款无法定型的肥电战斗机 FC-31在隐身性能、飞行性能、作战半径、飞行速度等多方面都遥遥领先 继续在雷达和机载航电系统方面 以F-35也不分伯众 很多人一直以为F-35的隐身性能很好 其实你只要对比一下F-35 与中国的FC-31 它的腹部就能看出来 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那么这个差距就体现在隐身性能方面 谁的隐身性能更好 可以说一目了然 最后中国还拥有研制航母指挥系统的后发优势 这也是基于中国军事电子工业的巨大进步 舰载雷达技术遥遥领先 这个优势更是毫无疑问 有人会说 美军在航母舰载机的装备规模、训练水平、作战经验等方面 同样遥遥领先 那么中国航母什么时候真的能够超越美军呢 其实我们如上所述的先进 只是中国航母编队所拥有的发展潜力 而要想真正的超越美军 估计还需要等待接下来的几艘航母项目的推进 需要时间来沉淀航母使用经验 我们拥有更强大的造船工业和军事航空工业 军事电子工业 能够研制更监禁的舰载机平台 而航母平台的发展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 可以说时间当然在中国这一边 用画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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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您您事先订出